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与大家一起大肆批评一下政府 某机构、某人某事对处理方法不好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案 还有建议我们每一个香港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做些什么呢 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呢 简单来说如果你是当事人 你是特首你会怎么做 我认为我们解决问题 如果能够用以下的四个方向去做 就会清晰很多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看到外面坊间 大部分人只是讨论问题的现象 好少人讲到问题的 结根核心在哪里 不要再说有什么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能够说 第一要了解我们讲问题的核心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演成变成这样 还有如果我们知道问题的起因 我们很容易顺理成章 去找到解决方案或者方向 最后我想具体一点 有什么可以做得到呢 其实我们上一次都想讲一讲 香港房屋政策方面的问题 但因为财政预算出来 我们觉得有时间也希望讨论一下 所以变成了我们在香港房屋政策的问题 其实我们没有真正正好好的讨论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重新再深入一点 一步步来讨论这个问题 即是香港房屋政策有什么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认为有问题 如果我们去改良 有什么方向去改良呢 我先讲讲我自己一般的观察 我经常看到香港人现在的一般的 所谓大部分人的收入 根本上就是租间房制都不行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人道的情况 但大部分人的人工是这么多 如果你要他香港一般人 在一个所谓正常的市场去找屋住 其实根本大部分人都是做不到的 接着香港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我经常这样想一下 如果香港起码要培植一班所谓 人工不会高得太离谱的劳动的人士 我们只是能够在最基本的生活 那个支出那里 受一些控制或者政府资助 当然房屋是一个很重要的 但在香港这种怪异的环境之下 香港也培植了很多很有钱的人 所以我就经常想 很明显香港的税机的问题 大家都了解 但解决那条路 大家都不希望走这条路 因为始终香港最主要的自由市场的特色 香港税率的低和简单是会被破坏的 但如果你是特首 遇到这些问题 站在那里解决它 会解成怎样呢 好了 董特首早言 希望做所谓八万五这样的一个方案 结果香港经济当时不好 那么个人就说它了 你真是因为这些这样的无聊 就是那些无厘头的那样的百万五这样的政策 是搞坏香港经济的 我觉得其实 这个房屋的问题 和供应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香港人口一直都是这么多的 但偏偏呢 我们看到房地产 是高高低低的 所以我觉得和一般经济所 我们所识的经济的常理 是完全没关系的 那背后有什么人操纵呢 好了 或者简单来说了 香港的房屋的政策问题在哪里先 其实我想拍完资议三号会的 那Dr.Yuan其实呢 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楼房市场的人口 好像很稳定之下 楼房市场可以大升大跌 不如说说97年前 97年前呢 一层楼呢 你用例如100万买呢 某个百分比是去了 给你去住 住屋的component Housing的component 就是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所以你需要付钱去买 对啊 除了这部分之外 还有一大部分 就是它是一张 怎么说好呢 是一个有货币的价值在的 就是它有首先保值 很多香港人想保值 当然这个也是 1984年当时 签中医联合声明 有个土地供应的限制 不论理由 有多少好多东西 就会被拘捕了 所以才令到楼价值上升 是的 其实这一个 就是好像一张银纸 一张纸有没有用呢 独特医院也在用纸 一张纸本身是有用的 为什么一张银纸 可以值钱 那张纸 那么多呢 就是因为背后有个guarantee 政府的guarantee 或者政府在它的政策 或者行动当中 给到你信心 说这张废纸 其实本来是废纸 是最终是有价值的 可以换一些有价值的 那八万五最败北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一向以来 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 都有一个这样的共识 就是一层楼不单止是有用 就是拿来住 还有这个保值的能力在那里 那八万五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把这个保值的日价 就完全摧毁 所以楼价后来真的回去看租金 到底好不好住 等等的因素 才反映到每一个单位的楼价 现在有这个勾地机制 渐渐渐渐渐渐 有这个保值能力在那里 所以我想先讲一讲 保值这件事 特别是97年前 是很视乎香港人对97年后政府 究竟会保护私产的信心 如果你不相信他会保护私产的话 你曾经买完回来五年 九二年 买完回来五年之后 97年可能会充公的 就是怕共产党的 当然就会满下去了 那个楼价 所以才会带上大楼 是 好了 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香港楼价是高期的 经常说什么高地卡政策之类 你看看香港鄰近的国家 比如新加坡 新加坡就不走这条路 新加坡政府基本上 供应了新加坡人基本的住屋的问题 80%到90% 但台湾又不是 台湾又不玩这支歌仔 你自己搞定 政府都有帮助 最近我都听闻 大概都是10%左右 政府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那些住屋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他 三个不同的地方 所做的事完全不同的 但人家经济也挺蓬佛的 不过我解释 其实 说回现有公屋政策 比如说公共房屋政策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逼你住哪里 你一是要一是不要 三个都是这样的地步 他有提供很大的利用给你 以便宜的租金 很快的上楼速度 就是说我选择一单给你了 你要不要你上楼 三次选择 对了 正当于这样的情况出现 对于一个香港市民是很死板的 我根本就这三个选择里面都不适合 那我怎么办 嗯嗯 就行了 你都要选择 不选择就自己租楼 不过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政府提供一个很大的补贴 就算是 那些区域是不适合 我每天还会浪费很多时间去乘车 不过这么庞大的津贴的时候 那就先拿着 还有一个就是拿了之后 很难在公屋系统里面 换单位 就是没得逃 没得逃的话 要不就完全离开公屋系统 公屋系统或住私楼 不然的话 你便没得逃 好了 公屋系统我又不想逃 因为离开之后 重返这个机制也很难 很难 所以就令到人困兽斗了 就困在一个位置里面 住在里面 这个三楼 以前的公营房屋是市区的 也算不在市区 也不是很远的 以前的荃湾是新市镇 现在的荃湾是不远的 新加坡政府知道这个是余政 知道这个公屋系统 是会很严重影响居民的选择和自由度 因为他选不到哪里居住 那为什么新加坡政府以李光耀的智慧 要推行这个政策呢 就是如果你看看人口 就是种族分布 在新加坡就有华人 华人刚刚过半的 还有四分一的印度裔人士 还有四分一的马拉人士 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 有这样的人口 种族分布 就是巴尔干半岛 当时李光耀立国之后 要推行公营房屋 还要是政府帮市民选择公营房屋 就是分配这个单位给你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他希望 缘粗制造一些 有多元种族的社区出来 令到我华人和你 马拉人和你印度人做邻居 正当你认识对方的时候 就减少种族的矛盾 或者纏纷 因为如果你被人就这样住的话 他怕什么呢 他就是怕种族自己会住在自己的社区里面 久而久之 一两代之后就会出事了 李光耀明知道 会严重影响人民自由选择 乘车下班的时间等等 都要听到这个政策 是因为他真的怕会灭国 这是他们的考虑 我们香港就没有这样的担忧 但是都推行了这个政策 现在很多这些 你说好笑的 就是有巴士阿淑 即是被拘捕在这里 你看着巴士阿淑那段6分钟短片 又不像是市区旺角 去元朗 去元朗的 途中那6分钟 7分钟骂那年轻人 如果你看到巴士 对窗口外面 巴士还没停过 这个是长途巴 是长途巴 是长途巴 即是巴士阿淑是住高原房屋的 我不知道那个学生是住哪 问题就是 这些人用很长的时间去 每天浪费很多时间去搭车 我现在不是说钱 只是时间而已 这些时间可以用来陪下家人 可以自己自我增值 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最快三个小时 对 好了 房署自己也承认的 他分配了一个单位 例如一个在深水埗工作的茶餐厅职员 这个今天高明辉都有说 是苹果一批 苹果一批 高明辉有说过 一个人 被分配天水为单位之后 一个在深水埗工作的茶餐厅职员 拿到这个单位之后 因为便宜 就不会放弃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不过又不回去住 是的 而也不是出于这个 金钱考虑 金钱一定是有影响的 金钱考虑 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你回茶餐厅 十二个小时的时候 你每天用三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去搭车回家 你根本就再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了 人就会衡量了这件事之后 就会作出决定 我不如留在那间茶餐厅 铺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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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铛 那些人也好 有三个小时 我不管了 整个月就没有了一年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 今时今的公营房屋的问题 但其实公营房屋是很多的 亦都分布差不多 每个地方都有的 而公营房屋的所谓隔离 有些什么房屋 什么人都有的 它不是说真的去到山卡拉 就算是山卡拉也好 也有些私营房屋在隔离 既然它都是有的 那这个问题怎么会出现呢 我现在不是说住天水围有问题的 只算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不想住天水围 被迫住天水围 这是一个问题 反过来我这么说 我住深水堡 深水堡附近有很多 石劫未 是第一批 当年第一批的选址 是石劫未 里面可能有居民觉得 我不想住市区 我没有什么需要 当然我住的 又有便宜租 那就继续住 好了 现在问题就是这里 经济学第一课 都教你了 经济学什么呢 就是教你如何分配资源 有什么机制的分配资源 现在政府分配资源的方法 就是压力 三次机会也好 宣租也好 好了 政府当然想做 因为有些租金弹性 也有说 可加可减机制 就是搞什么都觉得很坏 市民听到 又加了 会怎会减呢 其实那个奥妙就是这里 每一个人对很多东西的影响 那个价值 那个行量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能不介意住在垃圾槽上面 只要你肯选租金给他 就行了 有些人真的很介意 完全介意 打死他都不想住那里 他要住高层 是 付多些钱 是 说真的 如果你是付不起钱的 政府永远都应该有责任 不要被人流浪街头 就是老叔街头 一定有娜姐头 现在问题就是 你不介意的话 就应该住一些比较差的地方 有些人真的需要住市区 去返工 就让他们住市区 现在问题就是 分配机制在哪里 而且 真的做的时候 真的做的时候 政府是 到今时今日 我未见过 政府做好讨厌 是不会拿一些 真的受益的人士出来的 就是 他只是 怎么说好呢 他做了些事情 给人看 对了 而可监可监机制之下 市民呢 第一件事就是说 我一样是没有选择的 我只会面对一个租金的变动 减减便欢迎 我单位减减我不会出声 不过加价我当然会吵 因为我不可以选择一个便宜的单位 是不是 我会自己 是吧 这个 永远都是说的 因为政府 现在分配单位的问题 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市民自己 选不了 没有那么的选择权 所以才怨气那么重 宣派民你的意思就是 如果 譬如我申请公屋 好了 轮到我去 去 上楼了 如果我愿意给多些钱 我选择 譬如我真的想选择市区 我在市区做事 我选择柴湾 就是我宁愿给多一点点钱 但现在的现有机制 又不行 是否完全不可以这样做 你给多一点点钱应该就没有 你宁愿要排队 是的 要排队 现在是 如果你坚持要市区的话 你可能要等十年 哪个时间最不值钱的就是 得益者 好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说 那问题是否这个 你现在是不是说 现在香港房屋政策的问题 就被那些居民的选择 途径是没有什么的 于是乎很多时候 他们错配不应该去的地方 那这个是不是香港房屋政策的问题 那个重心 是不是这里 你是不是说这个 我绝对是说这个 你只是说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 究竟我们怎样可以最有效 将一个合适的居住单位 一个人觉得是合适的 配给这个人 是的 在自由市场基地之下 就是我最想出最高价钱的租金 我就租到 或者是我最出最高价钱的 就是买的时候 买楼出价最高的 我就买到 就是某一个单位 当然 如果别人出价比较高价的 我就考虑买一些便宜些 不同的 其他的 所以私楼 没有那么大问题 只是价钱贵不贵的问题 就是 除了负资产之外 会少很多民怨 少很多民怨 不过公营房屋 怎样是 A会想住到 他的right match 而不会吵 如果A 我现在找到一个单位 不是百分之百满意的 不过租金常活相应的 调节 怎样调节 政府如果又是压操 很简单 富户政策 是一个最白痴的政策 现在不是说 你负得起 就要负多些 不是那么简单 你是拿着补贴 不过如果想继续拿 那你就住一些偏僻的地方 你不要说 怎样说好 一定要是 那个单位 提供到给市民 有什么价值 租金就要反映到这个价值 如果住市居 可以省到时间 就收贵一点 好了 那个机制是怎样做呢 最极端的 最极端的 就是全香港有三十几万人 住在公屋 三十几万人 三十几万人 有六成 现在到底 住户里面有多少 是不是一半还是六成 我都没有这个数字 也有六成至七成人 住在公屋 没有那么多 六成应该有 三十几万人 三十几万人 那香港七百几万人 那就少过一半 不不不 可能三百八十万人 六成应该是 当你五成六成 那你怎么分配呢 最极端 这是一些theoretical economics 理论上可以这样做 OK 怎样 就是全香港所有住在公屋的公屋户 是 进行一次的大型的入标 是 入标 那 每一个户就会写下 他每个月肯给的租金 OK 天价都可以的 是 你喜欢给一万元都可以的 OK 好了 政府呢 就会根据这个入标的价钱 是 就定立选择的先后 OK 就是你的最高的第一选 是 如果我最高的第一选 如果我最高的选择 我便先选择 就是把全香港所有公屋 是 摆回到市场 那 开放又可以 怎样都可以 你自己去找 你自己去找 OK 你找到对的呢 那你便选择那个 是 就顺序地选择了 那有些甚至可以入标是零 不用交租金 是 那些呢 就要选择一些买钱者 OK 是 这就是 理论上 是 不当然 你不可以说 就是因为正当所有公屋居民都要搬屋的时候 一日之内有三百万人搬屋 这个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你说理论上 这个就是最佳解决方法 我负得起钱 我便去住这些 漂亮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给高价钱的租金的人 是自愿性地给的 而多了出来的钱 亦都可以补贴不想给租金的居民 那些不想给钱的居民 那些人 他可能是 不需要在市区工作 不介意在垃圾房间居住 不需要交租金就可以了 那譬如可能有些人 其实他就希望去天水围 对他来说最方便 可能他家伙朋友 在新界的人 那对他来说 他就 他怎知道呢 他需要高价才拿到呢 或是低价才拿到呢 他有时他都很难去 就是他又不想出那么多钱 但他就 住那些地方 他又不知道那些人 是不是过得上去的呢 好了 始终呢 第一 我们是有所谓的 入住的条件 某某的收入之下 这个一样要做 是不是 在这个情况下 一样要做 你不是说全香港人去镜头 不是 就是 政治上 这个理论上 根本就是 不可能 因为不可能 三百万人同一日半屋 不过 如果是政治考虑上 公屋居民 现在对于现有的补贴 是很开心的 绝大部分 你不是说全部上街 是吧 好了 如果你是要 那么大的改动的时候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恐惧 任何公屋居民 任何改动之下 你会被 踢走 所以才会 如果不是真的 要重新审理 就是私人租务 那个合约 多数是两年 一年生一年世 是的 是的 为什么政府和市民的租务 差不多是一世 还要去世襲 就是 你包带了的话 如果你家人和你住 很大机会 还有户籍 就是继续的 是的 除了原居民之外 这个可能是最大的问题之一 是的 因为是现有弹性 还有 孙曼刚才你提出的那些 我想 立刻有人扑出来 公营房屋的政策 是福利 你现在搞到好像市场 不是 不是 都是给你 但是你说要银口 甚至有些人 我说 一定会有人扑零 现在问题就是 这个系统 只是给公屋居民 新的那些 不可以参加的 现有而已 就是 人家搬得离开 去拿另一个 就会腾胸出一个 不会有流失 不会有加入 所以 如果你是镜头零 政府一定会收取你零的资金 只不过你 你选择的次序 就会很厚 如果我们公投 大家都用零 大家合作 大家用零 三百几百人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先说真的 我会不会 你给我 我会碰我 起码一元 起码一元 赢完你的元 你会不相信 我这个人会不会出零 我不帮 出零 没人知道 很明显 我们看到 冲击可能会大 会很大 可能最后的结果 可能比现在更坏 可能冤的人会更多 冤的人一定不会更多 因为每一个出嫁的人 每一个出嫁的人 他自己 心甘命底 但有些被人避 被人抢走 那不就不断 还有一个就是 听死人 出嫁这件事 因为选择的弹性 大了这么多之后 我相信这个民怨一定会减少很多 除非他自己选择错了 他自己看完很多层楼 就走进去 搞错 原来他是这样的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其实也是理论上 这件事应该是 好像私人合约 每两年 renew 应该是这样 就会好些 这全部理论上 不如说一些实际上 可以口行的政策 去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 就是政府一定要提供誘因 被人离开这个公屋 供应房屋福利制度 其中一个最大的誘因就是 香港市民 就算你几法都好 李嘉诚都好 我相信李嘉诚都会想一样 因为李嘉诚是穷过的 就是知道 我这世人或者我这一刻有钱都好 都可以输了 可以输了 如果我输了 我会怎样呢 特别我们香港这几十年来 经过这么多动荡 这么多人的家产都输了 然后就赢回来 又输过 都起码想知道 那条底线在哪裏 我最差的时候生活会怎样 所以第一件事政府一定要做的 就是要尽量缩减 和简化入公屋的时间 你可以一样在收入上 一样可以按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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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时间上都要快 让人知道 其实呢 如果我真的煤起上来 我永远都可以回来 我永远都可以回来 那还有另一个呢 就是呢 我一定要鼓励一些人 转他们的单位 换单位 换单位 那这个就比较棘手一点 因为如果我现在比较千五元 我住这个小西湾 小西湾 还有大单位 是啊 亡海 还要在当年97年 那个地皇隔离 是啊 南湾半岛隔离 政府要提供些 我都不知道什么的诱因 我才会搬走 是啊 所以呢 这一件事是比较难搞一点的 不过呢 at least 第一步呢 就是自愿性质 大家挂牌 出来 现在都有的 换单位 这件事 不过市区始终是少的 所以呢 就比较难推 比较难推 所以呢 你说 希望鼓励些人 在公屋系统里面 换单位 差不多不行了 因为好东西 一定会继续霸 不好东西才会放出来的 你叫他走他 你不开心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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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怎样呢 有些叫做擠壁户 比如小朋友大了 四人 他想换我大些单位 就很难找 但是呢 那些大单位呢 就住住下 只剩下两个老人家在那里住 是啊 是啊 那些子女都卖了房子 走了 就压住过一千尺 九百多人 那些 现在很多这些 是这样的 我认识了一些 住足几十年的 由北角村搬去 搬去外甸灣 外甸灣 外甸灣 即是呢 旁边的家亨灣 日逃灣 還要继续拿去看海景 就是这样的 是 我觉得重要的是 千万不要想解决房屋政策 就是不要用这样的角度去想 改善它 我先知道 不是一个房屋政策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 生活质素和贫穷的问题 如果现在的房屋政策是开心的话 如果解决到别人的贫穷 或者就业问题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去说 我觉得不是一个逼切要解决的问题 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 正当很多人被逼住在很远的地方 而工作在市区的时候 就是很容易 就是有因子很大 我不如不上班 我拿中文算了 有多难的claim 找不到工作 其实真的 你肯 吞了那种pride 你真的肯 我就拿了 因为每天叫你搭三个钟头车 其实很辛苦 很辛苦 一天这样做 今天是折磨 所以一定要从这个帮人脱贫 帮那些想离开 住得偏远的地方的人 可以得到帮助 可以搬回社会也好 或者向上爬也好 是的 所以 你任何改变这个房屋政策 一定的出发点就是 我怎样帮到那些现家住在公屋 不过想离开 或者想向上爬的人 他们是有心的 就会有什么系统可以帮到他 有什么系统可以帮到他 所以 不要说 如果 不想 变 不想移动的人 我们不要搞 因为这些 混远又会很高 不如实实在在帮 一些有心事向上爬的人 所以 我也说过 租金券那里 政府帮你 政府帮你 六十个月 一世人 由十八岁 至到六十五岁 有六十期 他可以资助你 数千元 让你可以出市区住 每一次 你可以用 无限次 六十次 可以分开六十次 拿一个月 分开三十次 拿两个月 如果你搬出市区 拿了租金券 政府资助你 你住在市区 之后两三个月 你发觉 在财政上 我自己可以 扶回 不过 因为我省了那么多时间 搬出市区 我薪金也提高了 有弹性 政府最终就是 福利我照给 不过我不会 逼你住在某个地方 你有心向上爬的 你有心离开公屋 这个系统的话 我帮你 不过如果有任何问题 出事的话 有什么出事 例如说 你做不到市区 或者没有工作 也很容易 可以回到公屋系统 好 我一会休息 几分钟 继续 当然我们可以 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鞋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摘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那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摘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买了回家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摘地器的治疗 摘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接触到几方面的房屋问题 在某程度上 我们说 房屋政策的问题 在某程度上 是我们香港贫富如数的问题 就是贫富的问题 和我们生活的水准 如果我们这些人有钱 政府就不用供应这样的房屋给人家 在某程度上 我们可以这样说 而事实上 香港政府的公屋 居屋之类之类 我估计是由石结尾木屋 销开始 政府觉得这种情况之下 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开始走这条路了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 现在越来越多人 就是需要依赖政府供应这些这样的房屋 才可以拿到一些所谓 就是half way decent 就是稍为好一点的生活的水平 但我看到现在300多万人 起码百分之五十的人 就已经靠这些 我也都知道 很多人还是想去住 也都找不到我们适当的住的地方 有些人说 我的问题不是说不够 只不过有些人 就选择希望去市区去住 远一点的地方 当然远一点的地方 地价便宜一点 没有那么多人需要 所以政府 因为地价价的问题 很多这样的居屋 是在远一点的地方 但对很多人来说 是非常之不方便 尤其分工人都是 我不是很同意 这个分析 付不起钱 或者需要这个居屋单位 有两方面 第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供应房屋需求 还这么大呢 就是因为房屋处 建楼的质素 一直在提升 越来越好 你现在看到很多市区的小价楼 是没有人居住的 单位 就因为公屋的质素 已经去到取缔了 100万楼下的单位的质素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典型的政府做一件事 越做越好 令到私人市场就越开始萎缩 第二件事就是 为什么当时 石杰美大伙 就是 人们租不到房屋住 对 租不到房屋的原因 当然 人口膨胀很快 我们香港人 是习惯了 很多人一户 今时都有些单位 住很多人 没有人物 没有人身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 有这么大的容忍度 都租不到房屋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的租务条例 是很保护那些 租了房屋的租户 你带人走也很难 这个是最重要的 根本差不多是 没有可能带走一个人的 租霸一住进来 就会被政府的条例保护 如果你是一个业主 面对一条法例 鼓励别人做租霸的时候 第一件事 按金要漏很多 而在五、六十年代 按金 成年租金 你真的 差不多成年租金 你真的 存回来 只是租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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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真心无分民 你叫人拿一年的按金 租房 哪有可能 没有 那我就拿几条 晶片 租房屋 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是 所以如果当年政府 是有心解决这个防空问题 第一件事 一定要将租房 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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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 你欠租的 我可以让人抓你 你堵住我的钱 我也可以让人抓你 到时 業主会放心租房 租房 按金也会很低 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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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出來找人拘捕你 正當你有這樣的租務市場的時候 香港人到時住屋的選擇就會很強 不斷選擇 當然你也要開放一些 當時蓋房子沒有現在那麼誇張 拍地的尺寸不會那麼大 到時也會有地產發展商 當年地產發展商 再蓋房子 將那些三層樓 四層樓 五層樓 也要再蓋高一些 也會令人注意事去 這就是講歷史 所以我是不同意說 香港人是不負美錢的 還有一個就是 你說幾千元 四千元收入 以今時 講千禧年之後 香港地產發展商 蓋房子的質素 我不管地的location 質素是大約一千元一呎 一般的一千元一呎 這就是蕭穎說 一千至一千元 一千元一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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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四百元一呎 平均有些大約幾百元一呎 師傅先生 最近的數據是一千元一呎 一千元一呎 以香港的GDP 你說有極貧窮的人也好 四五千元收入的人也好 加上他們 其實我們香港人真的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居住環境 是地價很高 所以才會令到很多時候發覺買不起樓 只是說樓宇質素 我們絕對付得起 絕對付得起 我們是有這樣的地方 因為新加坡的人口的密度和香港其實差不多 當然新加坡沒有那麼多高山 用得的地方是容易一些 很多人說 例如日本東京 我們有時看到報道 說人家的居住環境很小 George在日本讀過書 但其實日本大部分人不是這樣住的 有自己的屋 不是很遠的地方 但已經可以有一個漂亮的平房屋住 但我經常這樣想 一開始就講這個情況 香港是否真的需要高地價政策 像蕭英青俠 他這樣說 他意思是否就是 香港如果完全沒有高地價政策的時候 香港人是可以過 都可以afford住得相當好的地方 香港的財政方面 是否頂不頂得順呢 是否我們完全不需要高地價政策 都可以搞定呢 香港經濟會如何受影響呢 高地價政策這件事 我不會說是 怎樣說 當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約 說將土地供應限制 我想 出發點 就是大陸害怕 香港當時的港英政府 套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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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了土地之後 將這些錢夾走了 例如歐洲殖民最流行這些 南走前玩你一鍋結 所以第一 要限制土地供應 第二 賣每一塊地 都要將一半的收入 撥入到當時的土地 然後 1997年之後 才給特區政府用 那時候 彭定康說的 埃及妖後架裝 就是 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 到1997年7月1日 途中所有拍賣過的地 一半的錢 就是那塊架裝 所以 其實高地有限制 這是一個 unintended consequence 這是不可 即是 不是本來的政策 對 不是本來想托高的樓價 完全沒有這個intention 只不過是 經典過腦玩的 拿了錢走 將供應縮小 供應縮小 香港當時的人 就越來越富庶 想換樓買樓 買更大的樓 赤價自然搶上去 好了 你說到今時今日有沒有這個高地價政策 無可否認 香港的財政的profile 收入的百分比 就很像尼日利亞 尼日利亞 靠石油的收入 和香港靠地地的收入是相約的 是多少% 30% 土地和石油都一樣 會上會跌的 我不會說 它是高地價政策 我會這樣說 香港市民明白到樓價或樓市 有大幅波動的時候的慘況 只是負資產都明白 是 OK 所以 政府現在 不如這樣說 是想有一個穩定的樓價 穩定樓價 最重要不要負責這麼大 OK 所以才推出這個歐地政策 歐地政策 聰明在哪裏呢 就是會自然有彈性的 需求大的 價錢一搶上去的話 就會有很多地會成功被勾出 自然呢 到時樓價就會慢慢偏下來 到時 其他發展商出底價 去勾地的時候 就不會這麼闊 就會少地成功勾出來 這就是一個自然 調節機制 去樓價回應 當然 如果我是一個野心的政府 想歌舞升平地連任 當然想有一個樓市大升的情況之下 讓我連任 現在勾地政策不好的地方就是哪裏呢 就是 沒錯 原理上就是 正當樓價升 地產發展商出錢 去勾地的價格就會高了 究竟底價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如果政府是玩東西的話 沒有人知道底價是什麼 設到很高 甚至根本就不想讓你勾 去製造樓市炒上去 這個現象 這幾年來 自從SARS之後 你看到其實勾地出來的數量 和單位供應數目 其實在07、08年 如果GDP繼續增長的話 應該是升的 應該是升的 到時香港市民只要明白到 當年50公頃地 究竟多還是少呢 香港人都要消化的 後來證明了是太少了 所以樓價才升 正當去到07、08、09年 香港市民明白到勾地機制 特別是已經勾了我們的數目 開始習慣到原來好像少了 樓價就會升 當然這不是一個隔閒炒樓的show 不過如果你要用經濟學分析的話 這個就是會怎樣發生 如果用政策分析 樓宇走勢的話 這個就會發生 就會再升 但你的問題 我曾經都說了 香港人一般的收入 根本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在一個 所謂的自由市場裏面去找屋住 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事實上 香港政府的收入 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 是靠收地 賣賣地 你也不能說政府不會看見這筆錢 他需要這筆錢 但他不可能放多些 令到他的收入減少 在模型之中 那個地價委員會高 因為政府需要這筆錢去支持他的支出 其實政府可以這樣做 政府可以是 我知道聽到這個電台的人 很多都是比較支持這個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當中 其中一個就叫雷進稅 你賺錢多 你不但要交多點稅 還有你收入裡面的百分比都要加重 都要加財 令到你本身真正的收入的分別越來越小 政府其實現在都有做這件事 如果你看回現在的勾地表 成功勾出的地 全部都是豪宅來的 是豪宅來的 我們知道很多 很多地都是比較顯著的豪宅 例如山頂、廣播道等等 等於錢他就照待 只不過呢 他就不是希望托高 或者是怎樣說呢 不是想迎合這個便宜的市場 即不會影響到低收入的人 因為那些是有錢人的地方 到低收入的人士找到 發到達的話 他都不會介意 他都想自願買 好了 我也講過 他說香港其實中小型樓宇有很多的 在市區裏面 怎樣配合低收入的人士去住 這個最重要 現在我住附近有很多舊樓 即60年代建的舊樓 是一百萬樓下的 一百萬以下的 你說五成按揭 是不是很苛刻 是 如果你真的借了一百萬去買樓 如果你是單挑去供樓 那當然辛苦 不過如果你是有幾個人 在家裏面 或者你可能有個子女 或者你自己 或者老婆 那他供呢 就可能供到的了 就是不要覺得香港那個 香港樓價是不是高 不過呢 絕對是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 住香港呢 其實是很好的 就是很多香港人 其實可以住在一個地方 都繼續留在香港住的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本身 是一個很吸引的地方去居住 因為空氣不好也好 香港有很多問題 但本身是因為 好住 樓價 才可以長期高期 我覺得呢 我就不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香港 為什麼很多人會回來呢 香港不是一個好住的地方 但香港是一個比較上 是 中庸的人 賺到大錢的地方 OK 暗處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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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是賺不到錢 哈哈 就是中庸到什麼 為什麼那些人 香港真的會這麼吸引 香港是很多中庸的人 賺到大錢的地方 香港人一般的能力 在外國 是不會得到這樣的收入 這個我會這樣說 我不會說是中庸 我只不過說 很多香港人 賺到錢的技能 外國人根本就不懂得欣賞 或者在外國 政府粗暴干預市場的環境之下 是不懂得欣賞的 而有些外國 可以賺到大錢的技能 香港是賺不到吃的 那幾個 香港人都沒有 遊說政客的雪客 香港人都不值錢 香港人都沒有那些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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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些衰弱 沒有那些市場 沒錯 OK 第二 香港人外國的錢 可以不值錢 例如打球打得厲害 就是小時候 找不到吃 香港人都沒有那些市場 不是 不是 全家看法 我們可以輸出外國的 只不過是 你這個技能 你不值錢 我朋友打球很厲害 只不過是 你最關鍵的 十幾歲那幾年 他沒有接受過正統的訓練 所以就沒有 發展不到那些技能 所以 香港人最穩定是什麼技能 而外國是不懂得欣賞的 就是我們對於價格 反映價值 如果有差距的話 我們可以很快 幫助市場的調節 就是為什麼呢 例如我看見一件東西 是標價值100元 我覺得值100元 我覺得值100元 我就會入市買 為什麼標價值100元 我只會值100元 那這就是香港人的技能 就是我們香港人 對於吸收這個資訊的能力 過濾的資訊能力 很強很強很強 香港人的奇能易事 多到你不相信 董卿也是啦,Jorge也是啦,金哥你也是啦 你自己呢,多些烦恕玩 我至少跟Jorge,Jorge在加拿大住了這麼多年 他經常提及,在香港工作賺錢的地方機會多很多 我覺得很多人來香港,你看看最簡單 香港很多人退休之後,香港很多公務員退休之後 他不會在香港住,他都不會 他有很多人說,感嘆就說,他的退休金就算一千萬也好 買一塊樓就完結了,他根本是不能在香港住的 這是一個很怪的,很悲的現象 我不覺得是悲 那就是一定要去加拿大,溫哥華,澳洲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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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董卿議員,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我們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 你說一個紐約人,我退休就住一下 Florida,Florida,Florida就大把 很多人比喻我們香港為紐約 那些題外話,我絕對不同意 如果一個美國城市最能代表香港 就只有洛杉磯 第一件事就是洛杉磯,人們比較好 比較好一點 沒有那麼粗暴 我覺得沒有那麼軟 那些人 西岸一般來說 對 比較放鬆一點 其實我們香港人的人都很緊張 滾了個屁 你有沒有想過上海 你有沒有想過北京 現在那些人簡直就是 每次都想找你笨 我們香港人軍資很多 那些人會來到香港說 那些貓子有時候很緊張 那些人很緊張 為什麼沒有車紅燈 你們不會過馬路 有這樣的現象 現在 我們也有很大的創意工業 最重要就是 我們的天氣比較溫和 還有一件事 好像洛杉磯 就是空氣非常之差 空氣非常之差 所以提到的話 如果讓我選擇一個城市 還有一件事 洛杉磯 拍攝著 埃斯維加斯 然後我在香港 就拍攝過門 其實我反而覺得 最近越來越變成這樣 不過我永遠都說 香港人 你記得香港人這個 identity New Yorker這個 identity 那些人搬到Florida 都叫自己做New Yorker 有什麼代表香港 不如 始終都是 我們盡量要確保到 香港人 有選擇權 去盡量 令到他們更多的選擇權 如果他們的選擇 最終是離開香港的話 我們也尊重這個選擇權 是 是 講回房屋那方面 如果現象 情況就是這樣的 現在房屋的需求越來越大 需要政府供應的房屋的人 是不是越來越多 這個現象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 只是哪個比率呢 香港60% 人家說新加坡去到80% 都可以 但台灣10%都可以 即是 現在這樣的政策 不要看這些 千萬不要看這個數據 我知道這些數據很tempting 為什麼三個地方 都是發展了 都不錯的 為什麼分別這麼大 你當然很curious 我剛才已經說過 政府干預這個房屋市場 的禍害在哪裡 始終還是不要看這些數據 想起想離開公屋系統的居民 這個很想上進的居民 怎樣幫到他們離開 好了 很清楚了 我們看到房屋的問題 第一 進去的框框很高 乙樹府的人 很辛苦進去之後 就不肯出來 我們沒有一個所謂有機 有因讓他們離開 即是你足夠了 自己搞定就離開 因為由於一般人 實際上我們不知道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將來會不行 這種情況之後 我們都先霸著位置 我感覺 聽起來也認識很多朋友的情況 其實這些所謂濫用 是很高的 我相信是很高的 即是我不知道 沒有人敢做這個調查 我不知道多少% 我相信會很高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機制 即是辟除了這些問題 就算你解釋 即是我給你一個時間性 譬如給你60期 你需要的時候 整個幫你 你不需要你就不要用光 這是一個引擎 你不要罵他 最重要是有租約 就算公屋也要有租約 包括租約的 租約長租短租 你剛才說在加坑灣 阿金慶你剛才說 在加坑灣附近的6,000 即是10棟 我不知道有幾個單位 如果政府有心的話 他說實現 這10棟拿出來 你認為短租也好 全部都是一年兩年租約 你住得遠的 我給你同等租金搬出來 不過租期完之後 雖然你還可以留在公屋的系統裏面 不過你一定要搬走 一定要搬走 你選擇離開 聶選住這兩年的 可以 可以 不如就拿10棟出來 這個是其中一個可以試的方法 當然 政府一定要嚴懲租霸 這個濫用的問題 政府一開始已經說了 我不會迫你來住這裏 你自己選住這裏 不過如果你選住這裏 你一定要記得 我說了兩年 因為有其他香港市民 搬出來市區 去找工作也好 怎樣也好 兩年而已 租完你要走 OK 那有時段 全部都是有時段 有時段 不過我們剛才大多數都是說公屋 但是譬如一些中產 譬如我們以為例 如果你說租樓 又真的挺厲害的 如果你在 譬如你太古城為例 不用多了 沒有一萬五元 你也不用想 是的 其實都很厲害 那個對於 雖然你說每個月賺幾筆東西 但是 都很明白 我明白 如果你說要買太古城 你三百多萬就沒有走 現在我永遠都是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 香港的租金 特別是經過這麼多浪的移民潮 移民出入好 入流好 香港開爆的東西都是這樣的 就是 租金 反映了本身 香港是一個好處的地方 好像香港發財國家這樣說 為何我們的勞工價錢這麼貴 因為他們的勞工真的有這麼生產力 才這麼貴 如果那些商人找不到方法去用他們的話 大哥 給我一些槍 我都射不中的話 那當然那些槍不值對 我們就不值錢 是的 同一道理就是 香港樓壓那麼高 其實本身香港的地方是好處的 就是說 你說 我們本身的公民自由 方便 賺錢的機會 方便 醫療的系統 教育的機會 資訊的流通 這些東西其實 和平 沒有什麼打仗的機會 事安 沒有政治動盪 這些東西加起來 加起來 就令到我們香港那麼貴 我知道 明白 是辛苦 不過說真的 我叫你 搬去洛杉磯 收你一半租 收你一半租 打一倍 你都不會去 為什麼呢 那就不是去 很多人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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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甘哥 你是不是已經疑過問 我沒有 但前幾年經濟不好 去大陸找食 也都住過那些很美的房子 公司給錢 但是 都是不及得香港 是啊 其實深圳 深圳何資格 其實我個人 覺得香港 最吸引的地方 是自由度 在我工作方面 在很多方面 是應該是最自由的國家 所以我們香港出路 是很希望 香港是做得更加好的 因為香港是有前執 成為一個全地球 最好的國家 可以做別人的 地區 模仿的對象 就不要 一直抄襲人家 抄襲人家 抄襲人家 那些無聊 無效危險的政策 這個香港教育大運動 其實我最好的目的 就是希望搞好香港 而不是批評現在的問題 好了 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有機會 會再繼續探討 多方面的問題 多謝你 孫柏文 和我們主持節目的 金永賢 和何佐治 好 好 大家多謝你收聽